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窝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李孔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窝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说下,等待第三只鞋 其实这是什么意思?其实来自英语的 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是要习近平穿三只鞋 是这个,就是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 第三只鞋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现在小英就说习近平就不会攻台 但是这些智库人,他肯定就算没有,他也会说你有 为什么? 因为有的话 有的话才有烦恼的,有东西吃的 不然谁听我说 原来 这个Way for The other shoes to drop 其实就是 等待第三只鞋 跌下来 或者又一只,另外一只鞋跌下来 或者第三只鞋跌下来 那是什么意思? 原意未缺的意思 如果英文,我的理解就是这样 用中文说 原来现在他们就说,习近平 准备好了,又准备好了 不是吧 不过这个是什么人说呢?就是 前美国白宫安全顾问 Robert O'Brien 说的 现在他就是 当然也是什么自负,这几个东西 这些东西肯定吹大他的 他们就说,我们等着 习近平第三只鞋跌下来 这样说 这位 Robert O'Brien 他就原来 在华盛顿 对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可能对台湾 攻台的 军事行动发出警告 他就说,现在在世界危机四伏的时候 一定要搞定他 怎么搞定? 原来要认真对待 他就认为 这个是自从1938年 世界 最危险的时候 看到 没有战争 还有 一个较大的邻居 认为可以通过征服一个较小的邻居 来获得 好投函 什么? 台湾是中国的部分 阿哥,你当时做白宫安全顾问时,你不说出来吗? 是吗? 当时结果不说 跟蓬佩奥一样 下台当然是吹得大一点 不然哪有人请他演讲 他就说 对台湾和中国 当然台湾和中国的部分 应该指大陆 听起来好像很熟悉 他也看到 他也看到 伊朗基本上通过哈马斯 不是吧 毫无疑问地 伊朗是入侵以色列 我没有听错 大佬 国际上的说法就是 以色列 是抢了袈裟 你干什么? 你没有说错 他就说 伊朗就通过 以色列现在有一串领土被人拿了吗 好像他拿了别人很多领土的针 你居然说这些东西? 你到底是什么人? 当然 这些人士肯定讲到大一大 这些人是怎么找的 这些人是靠政治找的 当然他说 这样一样 毫无疑问就是这样 他说了三大危机 你倒回来说 台海已经倒回来说 我当你俄罗斯说得通 的确普京大帝出兵 以色列被伊朗入侵 什么? 以色列也没说 以色列也不敢说 但这些共和党人也说得大一点 而且 这个人其实 很厉害的 他获得一个 很伟大的勋章 知道什么勋章吗? 不是大致敬 不是 是台湾 特种大寿 警星勋章 是 颁给他的 这个也是有台份子 他肯定是跟台湾说话 但现在小英也希望说港温 有台份子还是有台份子 都要说真话 一听就很明显是假话 伊朗入侵以色列 以色列会不出声吗? 会不反击吗? 通过哈马斯 哈马斯有多少人 哈马斯好像很多人都挂了 对吧 我们现在在等习近平第三只鞋 我们西方国家等 看看习近平主席 或者叫他习近平书记 两个都是 无论他最新或者最喜欢什么头衔 他就叫他习帝 这个皇友常说习帝 是不是要入侵或者对台 来采取某种行动 当然他原来出席 这个华盛顿全球台湾研究中心 当然是说得大一点 但是小英他就希望港温 但赖清德不想港温 因为他选 是不是 所以看到大家的盆树不同 原来他就是在这个智库发言 包括美国的前官员 还有学者专家等等 跨党派的工作小组 都经常做台湾的议题 历经近两年的时间 完成了学术报告 学术报告你就这么说 说伊朗入侵以色列 你知道这些报告肯定有人给钱他写 谁给就不知道 身为工作小组主席的O'Brien 他就发表报告说台湾很危险 就告诉美国和其他议员 还有国际社会 为什么 协助台湾是这么重要 要帮助他们有印象 协防台湾要不要买工 还是可以买工 你不买多少工 怎么协防 大家知道很多智库背后 都是一些 军备制造商赚助 因为 你紧张局势才能买工 也说 台湾除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鄰居 这也叫鄰居 很远 他具有 是守着西太平洋第一岛年的地缘政治重要性 是全球超过九成以上高端半导体生产地 你说这句 他就叫你转移 还是从威权体制转型成为民主体制的成功典范 但现在 民主进步党做的事都很威权 这个都是令到台湾成为全球不可或缺的伙伴的理由 亦都是 中共必须控制台湾的原因 因为台湾是个民主灯塔 对中共来说是个真实的生存威胁 你别傻了 它存在了多少年 49年之后 你看看两岸对比实力是越来越强 对大陆是越来越强 中共领导之下的大陆越来越强 还是越来越差 生存威胁 不是倒转说的 台湾经常说大陆威胁 是的 现在倒转说也有 是的 他就说 台湾是个全球 很多个好榜样 对于中国人民 他说可以反册到大陆 就像陶唐峰说的一样 对吧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个好榜样 因为我们听到北京的说法 说中国人民没办法在一个民主体制当中生活 再说一遍 是你们的西式民主你就觉得是全世界民主都这样 他就说 中国人民 不能够 是守己律的 也不够聪明 来体验民主 共产党说大话 他必须受到来自中央的强力控制 必须 要被一个皇帝 必须要被总书记统治 台湾证明了这个就是谎言 跟香港一样 为什么香港必须被破裂 台湾的民主一定要被破裂 这样说 因为他对中共形成了一个真实的生存威胁 他的意思是 有台湾这个民主灯塔 就会令对岸看到民主的希望 在西式民主 就会拆动对岸 推翻共产党 这件事 我想问一下 当然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 但是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 朝鲜和南韩是不是轮角 当然 中国拥有台湾 台湾中国的部分 那朝鲜你能不能推翻他 几十年制裁 那当然朝鲜民主当然是很惨 这些民众 但是是不是好像你说得这么容易呢 另外 在特朗普时代做过 副国务卿的克拉克 其实他在这个发言会上 亦都说跟台湾在科技上 合作一向都有 他所领导的是 佩都大学 有些叫普道大学 原来他就说在研究 台湾 跟他一起怎么合作 可以扩大台湾在全球可信 技术的网络参与 他也预告明年将带领 一个超过40家美国企业的 代表团访台 会跟 唐鳳见面 恭喜你 恭喜你 AI 也不奇怪 他是这个数位部长 希望你听得明白他的中文 英语 希望你看到他 因为你知道这些右派对于这些人士 这些右派对于这种人士 就比较嘲计 有些不同颜色的 彩虹颜色的 他又不是彩虹颜色 他是中性的 但是这些右派其实 不是对这些很感冒 原来他们发布了一份 就是全球形势变化中推进美台关系报告 就是跨党派工作小组研究的 原来 这个台湾是有份的 和蔡英文 吴超舍 早舍哥 和黄美花 和其他台湾地区的重要官员会面 亦都和各大 党派还有非政府组织代表进行交流 理解台湾在 外交 外交引号 当然是美国家 在防务 还有经济方面的最新形势 报告也说 台美在很多方面可以合作 提出十几项的政策建议 包括扩大台美官方接触 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和扩大美台的联合军事训练 还有共同研制 适用于台湾军方操作的 面对挑战的政策 当然政策找你写 有钱赚 亦都协商避免 双重货税 这个美国一直都不肯让 以及 半导体这些一向有 你叫他搬去美国就是 参与这份报告的 除了奥布莱恩之外 亦有很多美国 共和党人的 一些副手 高官 当然这些东西 我觉得都是炒作的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